见过把超级英雄当主角的 见过把AI仿生人当主角的 甚至见过把山羊当主角的 可你见过把一个神棍当主角的游戏吗 为了讽刺一位装神弄鬼的大师 游戏的关卡设计十分荒唐欢乐 游戏还因此获得了特别好评 玩家评价 弄明白作者的隐喻后 就觉得游戏开发者是个鬼才 这游戏非常魔性 值得一玩 太好玩了 建议大家都去玩玩这个神作 建议做成Steam自带游戏 每个新创建的号上来就先扣15元 自动购买这个游戏 游戏名我要大 让人看着摸不着头脑 但根据作者描述 这是我要大开杀戒的意思 但这句话说到一半 理智恢复了 于是把后半句咽了下去 为何要大开杀戒 是谁要大开杀戒呢 游戏主角的原型叫张庄元 他自称为宇宙之神 是释迦摩尼的转世 自创了所谓的正统佛派 并到达一趴 诋毁那些传统佛教道场 并非正统 要求那些佛教长老 早日向他悔悟 他还自称是天地 诸葛亮转世 造物主 宇宙神 那些嘲笑他的人 会在指定时间暴毙 过了一段时间后 当大家发现 嘲笑者安然无恙 大伙嘲笑的就更卖力了 在大师眼里 这个世界充满了精怪 精怪吞噬了人类肉体 附身在他们上面 最后大师又发表了一个 4分30秒的 向精怪宣战的视频 各位精怪们 你们好 今天要告诉你们 你们的时期到了 我是这世界的造物者 这世界的一切 都是我造成的 我计划我设计的 男人看到我都没 嫉妒我 也想干掉我 任何人只要对我有邪念 你不要想动手 但你还没有动手以前 你就会报名 大开杀戏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一年 你们就化成混碎 呃 几个 现在让我们进入这款 讽刺与搞笑的游戏 游戏一时 登场的是一位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不知道 他将在几点后 遇到宇宙之神 村长交给年轻人一个任务 去灭一灭 山猪嚣张的气焰 但如果我们和其他人沟通 会发现村长 隐瞒了一个关键信息 我们手上的刀 啊不适合打猎 和山猪顶我们下 我们可能就会 暴毙 好你个村长 原来这个新手人物挺危险的 但你却不说 又是一个有困难自己解决 我只要结果的领导是吧 不知道是灭了山猪的锐气 还是灭了我们的锐气 我们部落出战的年轻人 除了我以外 都死完了 同时我们还和其他部落 因为争夺山猪 结下了半死 但村长对于年轻人的死亡 看得很淡 激励我们 和别的部落打是好事 这是我们获得 象征男子英雄记号的时机 可接着 我们在和别的部落打斗中 渐渐落了下火 逼得村长不得不出面援救 这一幕把奥背干都哭了 面对如此多的强敌 村长却不顾自己的安危 我 我 我直接拿这个糟老头子当肉盾 让他帮我挡伤害 回到村子后呢 村长怒骂我们 看你们捅个大篓子 这手下的命没了 还能云淡风轻 卡丹自己被打伤了 就开始坐不住了是吧 虽然和村长结了两子 但村长还是十分大度地 分享了一个信息给我们 听说 一名自称宇宙之神的大石出现了 大石 传说 他能穿越古今 来去自如 所以 他是从未来过来的人 他帅气的样貌 让人看了就极度 极度到发疯的人 就会去攻击他 这么可怕 但没有用 那些人动手之前 自己就会 暴毙 世界上居然存在如此神人 那我们该怎么做 你去把大石打晕 然后抓回来 村长你不是说打了会暴毙吗 我有说漏嘴吗 算了 别在意这些小细节 所以我们和一对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消灭完对方后 大石出现了 这大石是在憋大招吗 为什么大石在地上爬 谁会心中装成骗鬼的人啊 徐 对大石要准警 我闲台失败了 全都疯了 我来解决你们这些精怪的口漏 你们的时期到了 当时被我打晕了 可以扛回去了 今天是好日子啊 剑鬼了 你怎么还没暴毙 棺材白买了 我把大石带回来了 小伙子做得不错 我就信你能搞定 大石说他要用剑摆一个阵法 踩在上面的人 能穿越时空 整个村子 你最勇就让你去踩吧 大石 我来了 我突然出现在点兵营里 大石叫我找到会合 不要被点守卫发现 啊 潜入无门 我懂得 手脚要轻 降低自己存在感 离开点视线 你好 那主张棚后面在哪 我失后的就是了 哦 谢了 不用谢 哎不对 已是谁啊 大石 我终于找到你了 大石在修身房 大石要大开刷戒了 大石你这有点糗 哦 原来失误的动作也在大石的计划内吗 像是我也听不到声音了 所以大石你终于要出手了 嗯 你不动啊 你待着不动 敌人就发现不了你 哪让我来解决敌人 最后一个敌人被我解决掉了 哦 敌人头目发现异常了 大石 你不是隐身的吗 怎么被抓住了 话说大石对袜子的审美领先我们几千年啊 当我们营救了大石后 大石觉得十分丢脸了 刚才并没有展示出他的真实水平 于是又摆了一个见证 带我们穿越时空 这回主角变成了大石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有学念 灵体跟肉体一起暴毙 这世界的死亡潮大量开场 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在大石世界里 充满着衣服在火人身上的精怪 他们的肉体需要被打开杀戒 来啊 我这几亿年的功力 武术了得 谁敢近身都得 都说了暴毙了不信了 当我们消灭了敌人的肉身后 附身在他身上的精怪就出现 当大石没在怕的呀 大石还有绝技 我一捏 你们就化成毁碎 我一捏 我一捏 你们就化成毁碎 大石身受重伤时 还能用传说中的保健槽 来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 恢复自身血量 当我们来到山顶后 首领把大石视为入侵者 要不他赶走 大石认为啊 这些人的说词都是假的 根本原因是嫉妒大师的美貌 想要干掉大师 一捏 杂兵就化为粉碎 要比剑法是吧 好 一言为定 突袭 什么啊 子弹被格挡下来了 这首领连子弹都能格挡下来 肯定是妖孽 我才是正义的一方啊 所以我们的大师继续主持正义 帮助村民作乱 以和地主沟通 以拳头的方式 大石一路非常卖力 肚子饿了 不要还我 冲 大家一起冲 什么鬼 远景居然有现代社会的厂房 看来这个时空穿梭开始混乱了 在帮助完村民后 大石非得对着两台电风扇说 你是我的粉丝 太棒了 终于有欣赏大石的粉丝了 随后 大石也迎来了自己的终极之战 对方手上有长枪 但大石不怕 这就是什么 大石 过了一段时间后 大石醒来了 大石的头发掉了 大石一场愤怒 大开杀戒的时间已经到了 这界走在人群中间 一念 所有人都要向大石跪拜 然后化成粉碎 至此 大石通过他的见证幻境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实力 实力就是power 就是力量的意思啊 至此 这款以大石为原型而展开的游戏呢 就结束了 作者在游戏中用诸多荒诞的方式 调侃了这位大石 比如模仿大石的奇葩舞蹈 模仿大石的武器脱手名场面 模仿大石讲话后补一个英语 啊 再解释英文意思的超奇怪的说话方式 还会莫名其妙地指着一个人 说对方喜欢他 一定是他的粉丝 以及突然就掰大石那些人 和大石的信徒姿势一样 如果你觉得游戏荒诞 那阿B只想说 现实可比虚拟世界更荒诞 大石宣称了疾病都是内心导致的 只要解开心结 排除内心负面的东西 就可以治病 荒诞的事 还有不少人相信 之后大石在一次课上 将女性徒的手脚绑住 强行灌药 宣称能排出负面的东西 这时女性徒大小便失禁 呕吐了九个小时后 死了 而带她来上课的朋友 也就是其他信徒 在目睹这一悲剧后 终于幡然悔悟了 原来这个人身体素质这么差 早知道就不带她来了 大石肯定是没问题的呀 这肯定是那个人身体素质差才死的呀 大石也表示很冤啊 在法庭上表示 这个药可是用直觉力精心调配出来的 没错 直觉力就是一种 大石认为的神力 如果世间真有神力 阿伯只想当场一捏 把这位神棍化为粉碎 最后这位语出惊人的神棍呢 也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并在此之后宣布退休 至此 关于这名神棍的闹剧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妨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小别游戏食堂 我们评论区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